华格纳领袖普里格金爆料俄国正规军 再从巴赫姆特北部后撤570公尺 他痛骂着害他们的侧翼暴露风险 短期内恐怕还是拿不下巴赫姆特 乌军还成功摧毁一座俄军弹药库 事实上俄军一举一动早被乌克兰无人机监视了疫情二楚 乌军也有机会就施加强力打击 但长期战火还是把巴赫姆特摧毁殆尽 一张前后对比照再次凸显俄军暴行 另外俄罗斯再次遭到攻击 克里尼亚又有一列鼓舞列车离奇脱轨 民众指称事发当下听到巨大爆炸声 今晚幕后主使还有待离青 但近期多起列车爆炸事件 凸显俄国内部越来越不安定 这边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